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之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語理 我是Carmen 我和袁醫生是大家今集的節目主持人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 我身邊發現愈來愈多朋友 出現很多眼睛疾病問題 例如五十幾歲已經有朋友要做白內障的手術 也都越來越多小朋友 小朋友很小就要戴著口咚咚的眼鏡 另外青光眼、黃斑病變這些 在香港也都越來越年輕化 我知道你最近前天在倫敦回來 似乎在這方面很有收穫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我最近剛剛去了倫敦 有一個健康產品展覽會 我其實三個星期之前剛剛去了美國羅省 美國羅省的健康產品展應該是全世界最大的 有成過千不同的參展商在這裡 倫敦那個就比較細型 為什麼我剛剛去了美國又去倫敦呢 因為你知道最近在歐洲發現了一些 一開始有些新的變化 歐洲很多新的法例已經限制很多很多自然工具 譬如在歐洲來說 歐盟的Codex Alimentarius 世衛的組織 已經將傳統的中藥、印度草藥 可以這樣說 在歐洲的市場已經被禁了 這件事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我和大家一直都響到很多次警鐘 其實這個世界已經變得很快 我們很多的醫療的自由 個人的自由 其實已經慢慢地被剝削 所以我都很好奇 到底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到底英國的參展商 還有什麼可以放出來用呢 所以我今次去了之後 就發現果然不須我所料 其實現在所剩下的工具 主要都是食物為主 就是健康食品 食物為主 但是有些治療的工具 很針對性的治療工具 可以這樣說 是完全都很難發現的了 因為你知道 法例基本上就是 我們不可以聲稱任何工具 或者食物 可以治療任何病 這是一種強權的手法 但一般人都不知道背後的原因 真正的動機 一般人都常常以為 我們要相信政府 依賴政府 什麼問題要政府解決 其實香港也是出現這個問題的 是 越來越多 你可以看到 政府背後 就不是我們以為 是一個民主政府 人選出來的政府 在今時今日 在美國 在各個地方 其實推動的政府 多數是大財團 大財團 背後還有一群黑手 我們一種叫做elitist 一種權貴 企圖統治我們全球 用它不同的手法 但大部分人都在麻木裏 過日子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今次去我也是特地去看看 最近的歐盟出現這個問題 多方面的限制 很多自然的醫療工具 已經可以這樣避免 已經被禁止了 相信英國 是剩下英國的關係 美國的關係 始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我也去過他們的健康店 在倫敦的健康店 我看到都是 他所剩下的治療工具 產品其實很皮毛 這跟香港是一樣的 香港已經變成這樣的地方 有很多人都希望 在互聯網找到這些資料 或者一些產品 希望可以寄回來香港用 自己個人用 但原來香港最近的法例 其實最近都和大家談過 就是我們那個食物的回報 就是那個情報 你進口任何進口的東西 所謂叫食物 都一定要情報 其實這是一種打壓的手法 令到你是根本不可以 進口這些工具 所以問題是很嚴重的 但很可惜很可惜 絕大部分人 其實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 那我在參展會 遇到一些資料 其實我以前也接觸過 但今次遇到一個參展商 他也有一個很全面的 處理眼視力問題的工具 還有一個資料 那我也都馬上買了一大批回來 我這幾天都看過之後 我或者早些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事業問題很嚴重 現在你看看這些新聞 很小時候 是新近事都很厲害的 很多年輕的人 青光眼 或者所謂的 我叫做黃斑病變 那這個是在現時的醫療裡面 大部分的視力問題 可以這樣說 都是束手無策的 根本是沒有什麼做得的 那就算做得都說都好 都是用手術 譬如心近事都很厲害的 那用那個 Lasex 用那個Lasex 來更改那個 那個視網膜的弧度 那樣 但其實這些都是一種 一種 治標得來 也不是真真正正 令到身體好起來 是嗎 用手術去改 譬如你說 到你那個白內障出現了 做手術 那幫他換了他 又做手術 那樣 最好笑的 最有趣的 我又最近見到 我一個 有一個表姐 我有一個兒子 是做心臟科的 是John Hopkins教教的 那他做什麼呢 他是做那個 專門放那些 叫做Hard Pacemaker 那個心臟起駁器 那我跟那個表姐談起來 在他們的認為 這個就是預防 你心臟病 你知道嗎 現在心臟病死很厲害 是啊 在美國來說是很多的 可以說心臟病死亡 是多過 已經在美國 一向是多過癌症的死亡 不是排第一 就是排第二 香港最近 我也跟大家討論過 香港的每年的馬拉松 都有人出死 其實這種的年紀輕人 在正常的運動之下 出死其實很多 心臟病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在他們的心目中 他不如早些換了 加一個心臟起駁器 那就不會心臟病 但有風險的 有風險的 有風險的 可以做來預防 但是 真的很有趣 我們就加一個心臟起駁器 那你心臟不會突然停 因為他不斷地有電池的心臟 在那裡繃繃繃繃繃繃 我真的覺得很邏輯性 我說其實真心臟治療 是預防的治療 是用營養 我肯定 雖然在耶路大學畢業也好 他們一定不是很認識的 至於西醫在這方面 沒有這方面的訓練 所以我將來跟大家分享 那些很多資料 其實很多都是在外國的醫生用 所謂醫生 都不只是自然療法醫生 很多都是西醫 其實都有很多西醫用這些方法 我曾經所說的 時末末的病變 青光眼 電腦 用電腦過多 眼覺得眼疲 例如肌膜發炎 白內障 或者一些糖尿病 導致時末末病變 也有一些遺傳性的 色素 可以叫做 Retinitis Pigmentosa 其實是一種色素性的 導致時末末病變 也有些人 因為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導致眼出現問題 你知道 當你的身體軟組織開始硬化 或者神經線開始變 多發性硬化 是我們的神經線 絕緣體開始有破裂 變成所謂 神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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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會出現 眼視力的問題 眼肝 這個也很常見 在我的工作 診所上 都遇到很多這些問題 還有一些叫做 臉發炎 Blytheritis 眼邊的毛孔 毛囊發炎 一般性的近視 深度近視 或者軟視 其實也有很多這些方法 其實這些方法出現了多久 在歐洲可以這麼說 大致上用了五十多年的歷史 都很長 都很長的 在北美洲也有很多醫生 在過去十多年來 二十年來都有 我訂了很多這方面的醫學雜誌 健康的資訊 那些資料 也有醫生提過 有些很好的方法 是可以治療黃斑病病 黃斑病病其實是很可憐的 人們真的一路退化 直至眼瞞 那是怎樣起因的呢 其實黃斑病 其實所有病的起因 我也跟大家分享 在自然醫療的角度 大部分的所謂的 那些慢性病也好 都是因為營養不良 和毒素內聚 這個是我們的自然醫療很強調 其實病因其實很簡單 營養不良 但是這樣說 袁醫生 都市人已經日常生活 有很豐富的食物了 現在 而且現代人 尤其近這十年八年 已經更加注重那些綠色食品 會吃多了蔬果 或者很多人甚至會 懂得什麼叫酵素 喝酵素 喝green smoothie 吃有機食物 但是為什麼 依然那些病 病發率越來越高 所謂營養不良病 為何會這樣 越來越年輕 但已經吃多了健康食物了 開始多了 但是其實 趨勢在這裏 但是你說是否很普遍呢 亦都不可以說大部分人都在做這件事 大部分人都是在吃一些 我們所謂的加工食物 那些垃圾食物為主 多糖的食物 然後多脂肪的食物 那些澱粉質 所以 那個問題 其實發現 原來我們現在食物裏面 那個礦物鹽的含量 已經大大不如以前 是 2003年 就有一個科研的報告 在《Journal of McCarrison Society for Nutrition and Health》 Volume 17 Number 2 2003年 有一篇這樣的研究 是Dr. David Thomas 一個營養科學家 他發現 他比較我們食物裏面的 譬如蔬菜 他們那個食物 1940年和1991年 他們的營養含量 譬如蔬菜來說 他說 現時的蔬菜 1991年的情況 他比較以前 他那個銅的成份 已經少了76% 哇 納的成份 少了49% 鈣的成份 少了46% 鐵質的成份 少了27% 尾的成份 少了24% 甲的成份 少了16% 這是說蔬菜 所以那方面 銅的成份 已經和1940年 的比較 就已經少了19% 納的成份 少了9% 鈣的成份 少了16% 鐵的成份 少了24% 尾的成份 少了15% 甲的成份 少了22% 這樣你看到 就算你真的 很乖乖地 每餐吃些蔬菜 一天裡面 吃三份的蔬菜 水果類到 其實你吃的東西 那個成份 已經少了很多 但是蔬菜 少了一半 一半以上 已經沒有了 所以可以這樣說 你吃也難以吸收到 你身體真正正正需要的營養 這是一個明顯的問題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呢 其實我們先說 我們現在的眼病眼疾 和營養有關 其實在歷史上 我們很多病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和營養有關 例如維他命C 導致那個壞血病 過去有數以百萬的水手 在大海洋航行裡面 因為缺乏新鮮的水果 而出現這個維他命C缺乏而死亡 Scurry 還有一個就是Riccid Riccid可以患軟骨病 尤其嬰兒的軟骨病 它叫拘留病 也是維他命D缺乏的 是 Berryberry 腳氣病 也和維他命B雜 那方面有關 也可以導致死亡 記住 維他命 即營養缺乏 是可以致命的 有些很明顯的 心臟病 甚至乎癌症 我們都可以這樣說 某程度上 和食物有關 其實什麼病 都是某程度上 和食物有關 好了 眼疾方面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黃斑退化 是吧 是 大家都知不知道 黃斑退化是什麼病 我真的不太了解 黃斑退化 英文叫做 Age 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即和年齡有關 為什麼年齡有關呢 原來發現 在文明地方的生活的人 在60歲以上 導致失明的主要原因 就是黃斑退化 為什麼會有出現這個問題呢 還有 甚至乎現在在20歲這麼年輕的人 都開始有人出現這種黃斑退化 很遠 聽到30年 是的 20歲已經開始了 不是說你真的 只是年紀大才會出現 那 到底 那是否有些特別的起因 所以年輕了 那 我要了解 要解決問題 始終要了解它的成因 對吧 好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 我們叫黃斑退化 這個問題呢 大致上 主要都是我們那個 我們游離機的破壞 那可能 陽光 直接的陽光接觸度 太多了 那個營養不良 毒素內聚 導致這些這樣的問題 那有兩個很特別的營養素 是發現對黃斑退化病變 是有直接的幫助 有一個叫做Lutin 有一個叫Zylsanthin Lutin L-U-T-E-I-N Lutin 有一個Zylsanthin Z-E-A-X-A-N-T-H-I-N 那其實這兩個都是胡蘿蔔素 在紅蘿蔔里面 紅蘿蔔里面 是一個主要的抗氧化剂 為什麼特意說出這件事呢 因為這些很多研究 是用這兩個營養素 是改善我們的身體健康的 所以大家都留意一下 如果是有機會 找得到這些這樣的營養產品 那都是記住 對那個眼睛 是已經有足夠的科研 是證實對這方面是很有幫助的 好了 那個黃斑退化 那個主要就是我們那個 中心那個視力 就是那個最主要的那個 顏色和仔細 但是你知道看東西是中間最真的 而邊邊那裡是比較沒有那麼真的 但是那個黃斑退化的病 那個問題就出現在我們那個 視力的中心 就是最主要的中心的位置 那有兩類的 那裡已經開始退化了 有一兩類的 第一類是我叫做乾的 乾的黃斑退化 第二種是濕的 那大部分的都是屬於乾的 可以說95%都是屬於乾的 那這一類就是 就是比較上呢 及早做是容易阻止它继续退化 甚至将它扭转 当然也需要时间 将那些杂质、毒素 慢慢地由我们的黄斑点开始清掉 第二种我叫濕个种 濕个种是因为我们的血管的营养不良 血管的薄药导致血管流出的眼睛视力中心位置 导致它退化 这种通常是退化得很快 肝型的那种是慢慢地 慢慢地发觉我视力开始慢慢地叉起来 但濕的那种是视力退化得很快 那会不会濕的那种是比较难治的 那种是比较难治的 始终它那个破坏性 就是血管已经漏了 已经出血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 好了 那 那那个黄斑点 那这个黄斑点 那这个黄斑点 就是那个厌令相关的黄斑点化的病变 以及所有其他眼疾 其实那个成因都是这一类的 那么一是饮食 饮食里面是我们不足够的叶绿素的食物 因为很多这种色素的抗氧化剂 都是我们那个蔬菜有深绿色或者红色 有颜色的蔬菜里面 以及足够的缺乏那些脂肪酸 就是可以这么说 简单来说 我吃很多食的选择创的食物 吃很多一些浪费的食物 那好了 那第二就是我们的食物里面 的营养本身已经是大不如前了 那主原因是我们那个 那个根作那个 就是种植的方法 是不是用很多大量的肥料 大量的杀虫药 是一种工厂式的大型的 那令到我们土壤的营养 是流失了很多的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报告 是2003年的报告 那第三原因呢 其实很多人呢 就出现那个 那个食物敏感 就是食物不受性 那这些这样的问题 出现了之后呢 会导致我们身体 吸收营养的问题 那所以刚才你说 虽然我们的食物很充足 但是我们是吸收不到的 那所以这个也是因为 我们的食物那个不受性 就是那个小物敏感 或者glutin 那些面羹类那种食物 和对牛奶的敏感 那很多人大量进食物 是导致我们的牆壁 吸收其他营养 是出现障碍的 那所以虽然吃得下去 都不是代表我们吸收得到的 那还有原因呢 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遗传基因 那遗传基因 那遗传基因某个程度上 都是可以这样说 都可以这样说 跟我们整个家庭的 饮食习惯都会有关系的 那第二呢 就是那个食烟 食烟人士肯定 大量食烟的人士呢 那个毒素是特别会高的 那或者西药 吃很多西成药 那个酒啊 或者是饱和脂肪啊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还有些人呢 又简单来说呢 如果你有其他的疾病 又有营养 都可以说呢 新陳代謝的病 比如那个糖尿病 那也都是背后 都是一个营养问题呢 那糖尿病的病人呢 很明显呢 也都很容易有眼疾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那个血管眼化 那还有呢 可能因为那个性别的关系 和我们那个 那个瞳孔的颜色 不同的色素呢 可能那个保护能力呢 可能也都有有有有差异 是 那袁医生 听起来黄斑病变 这个病都对我们影响很大 那各位听众 怎样可以知道自己 有没有这个病呢 就是有没有什么病征呢 是的 因为始终这个问题 都是慢慢慢慢慢慢出现的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就要留意些什么呢 就是留意 知道自己可能有出现的问题 那第一件事呢 就是在你自己近距离工作 看东西之下呢 发现这个视路好像模糊 就是看了一下之后 好像有些少模糊出现了 是化开的 是的 就是你远距离 有时很难说 是吧 在近距离做事 你发现有这个 我叫做blur vision 那还有呢 有时你见到那些 即直线 或者可能那个门框 是本来应该是直的 那突然之间 可能变成一个八字型 就是有一种波浪型的 的出现了 那有时呢 那有时呢 你可能看着个人 对着个朋友 看着他的弟子 好像觉得他好像 蒙蒙 蒙蒙 或者对着那些字 看看一下之后呢 咦 好像要眨黑眼 好像看得不真 那样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那个视力的中心那里 就是中间最真的地方呢 我叫做出现一种黑点 一个黑的圆圈 是 就开始可能变灰的 灰灰 就是没有那么真 那慢慢越来越黑 越来越黑 那尤其在这个视力的中间的位置 那这个最重要的地方 那还有一样呢 可能呢 你对于光呢 是特别开始特别敏感 或者呢 就是夜间的视力 就开始退化 有些人都觉得 平时呢 好像开车 日后开车 不用戴眼镜的 但到夜间开车 就要特别戴眼镜 那就是其实说他呢 就是他对那个视力 就是夜市的能力 就开始有退化了 是 那还有这些情况之下呢 比如你在黑变光 或者光变黑的地方 一天那里 比如你进气院 那你进去的时候呢 突然间要适应一段 都要多多多多几秒钟 是不是 那有时就是找不到位 或者要适应一下 那这个也是一个一个 就是一个警讯 那还有时候呢 那你发现呢 最后最后呢 当然呢 做到就是严重的情况之下呢 你会发现呢 你那个周边的那个视力呢 那个视像呢 就剩下只是少少而已 越来越少 那就是到那个时候 当你发现你中间的那个视力 已经退化到某个程度之下呢 那其实你都可以这么说呢 你已经可以肯定 你是有这个问题的了 那好了 有个很简单的测试方法呢 那有时候我们有 我们叫做 叫做 Amstler Grid 就是其实呢 有一个图表呢 就是有一个格仔的图表呢 那中间有个黑点 那这样的 那如果这种图表呢 是帮你测试 到底有没有这种问题 那如果你第一 你望着那个格仔的图案的中间的黑点呢 你发现那个黑点呢 不是那么黑的 应该是很黑的 发现不是很黑的 那或者呢 你发现那些那个格仔的那些直线呢 即是直线啊 还文也好呢 都开始呢 就好像不是很直的 或者呢 在那个图案里面的周边呢 可能有些地方呢 是出现了 是有 就是不是很清晰的 这方面的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 听到有些疑惑 那幅图是怎样的 如果有机会 是不是可以放上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小孩的那些 我们小孩的那些 有些做一些雜作报的 做数学雜作报的 做一些雜作报 对了 对了 那 那或者我们都可以 拍了放上 拍摄 拍摄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我们小孩 小孩 做很小格的数学宝 对了 中间做个黑点 大约都有15至20格 乘15至20格 差不多 然后中间就放了个黑点 就很小的 大约3毫米直径到 是的 那你可以自己做到 或者在网上 我们拍了照片 给大家可以有机会 试一试 可以看一看 当然 当然 我亦都很多知道 一般的视力的测试图 对吧 那如果你有机会 有这些工具 在手上 那自己是有空 为自己看一下 或者视力有没有改进 都是用这种方法的 好了 那除了我们说 刚才所说的 这个比较严重 就是Age 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RMD 那其他所有的病 其实都是有关的 比如 好像再重复一次 我们那个白内障 青光眼 糖尿性的视网膜退化 眼干 经常很干劫 那样 电脑眼症症候群 大家都知道 用了电脑之后 这只眼睛 突然容易疲 看不真东西 或者眼睛很红 那当然 跟那个电脑的银幕 都有关的 那或者视力退化 那或者 我刚才所说的 那种色素沉着性的 视网膜炎 Rectinitis Pigmentosa 那这些所有的病 都是跟我们那个 营养有关 那也都有一些 小孩的 邪士 肌肉 那些跟肌肉 肌病变有关 就是眼球的肌肉 那个出现问题 造成什么 有时会邪士 这个问题出现 是 好了 我想大家 对于视力问题 这个题目 还有一段时间 可以继续探讨 所以我们现在 先来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回来再聊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 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 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自然运法与你 刚才医生也跟我们分享过 今次去伦敦看展览的时候 发现欧盟新出的法例 因为食物典饭 其实都打压了很多自然医疗的工具 亦都发现美国政府 现在已经有些法例 是奥巴马新签署的 就是不需要有任何证据 审判就可以抓你去坐牢等等 我想问一问袁医生 那么多那么好的工具都被人打压 那么多新的条例 市民都未必清楚知道 对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地方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 是不是真的那么黑暗呢? 我们有什么方法自救呢? 其实香港最近上演一出戏 叫做饥饿游戏 就是Hunger Games 这出戏在外国是很轰动的 那表面看起来 好像那些年轻人喜欢那些 但其实背后的含义是很深远的 那这出戏是说什么呢? 香港还是在做的 大家有机会不妨去看一看 那出戏本身挺有娱乐性的 但是我们想大家看 就不是那出戏的娱乐性各方面 就是那出戏所聚述 将来可以出现的社会 是会变成什么的 那完全不像我们觉得 是不可能不可置疑的 其实呢 其实很多出戏里面所说的东西 已经慢慢地出现了 那他说呢 那这出戏呢 其实说是我们的地球 我们所谓的那些 我们叫做 global elite 那些权贵 那些地球上那些一小绝的权贵的人 是想如何控制我们这个地球的 那这出戏呢 就是说在地球呢 在74年之前呢 就有些人呢 就有些人呢 就是在那里 我叫做 uprising 就是那些 那些 是想推翻一个非常之腐败的 一个极权的中央的政府 那结果呢 他就失败了之后呢 就政府呢 将这帮人呢 就困在12个区域里面 是 那这个区域里面呢 就满然呢 就要选一个同男同女呢 是参加这个饥饿的游戏 那这个饥饿的游戏呢 其实基本上呢 就将它放在一个森林里面 当然这个森林里面呢 全部呢 已经受那些电视啊 那些就是那些镜头 已经控制了 就是好像我现在最近 看过很多的游戏 Survival啊 Track啊 就是那些 其实电视已经有这些 这样的节目的 就是一班人去一个目的地 或者在一个荒岛里面 其实我们这些戏已经在做近了 不是还没做的 只不过呢 就不是要大家互相撕杀 那这出戏里面呢 就是讲这个 这个最终的这个 就是那个地球 就是将来的地球 就是有出现这些东西的 那那那当时呢 就是一班人呢 就在起义失败了 那那就被政府 就关在十二个区域里面 那他做些什么呢 政府是怎么控制呢 控制他们的粮食 那你记住啊 每一样东西呢 我们所说的东西呢 其实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不知道的 他控制我们的粮食 那他十二区里面的人呢 只能够吃一些 就是政府规定 规定他吃的食物 那这个东西呢 你觉得很不可思议呢 其实在美国已经做着了 在美国最近呢 就已经有个 在加州呢 有一间公司呢 是叫做Rawson Foods 在加州的 那政府呢 就派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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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枪 就 冲进那间公司呢 是 是 将它食物 那些 那些 新鲜的 奶 是 那些 有机的 未经高温主理 未经消毒 未经化学主理的奶呢 是倒了在坑渠 5万元的价值 的食物呢 是倒在坑渠 而在这间公司的旁边呢 就刚刚有一个Food Bank 就是专门收集那些食物 给那些穷人的 是 他不让那些穷人吃 这些这样的 就是有机的Raw Milk 就说这个Raw Milk 是危险的 有问题的 但是 从来是没有出现过问题的 嗯 那这间政府已经是 可以这样说呢 已经控制我们的食物了 我们不要以为没有的 在 在美国 另外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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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他们已经政府呢 已经企图呢 是禁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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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夫呢 是 那些 是 对 对 对 是 其实这件事在香港已经发生了 对 对 你不要以为 这些 这个出气所说的 是不可思议 其实已经出现了 那当然 他找了很多好借口 不让你养鸡 那些什么呢 琴流感 但是琴流感 为什么会出现呢 就是这些大型的养鸡场 是 不断地打针 打完这些病毒的针 是导致病的病变种 其实一手一脚做出来 这些大型的养鸡场 就不是那些小龙场 那些 但是那个人这样被人 被人倒 弃至了 50万元价值的 无人出来反抗吗 那 他不需要交代 什么理由 政府极权的政府 极权的政府 极权的政府 所做出的事 他有很多的法例 定了之后 香港人只懂得说 23条恶法 其实比23条恶法更厉害 是我们很多的所谓 医疗监管条例 因为很多人死在这些条例 知道吗 因为这些条例 令到我们香港人 令到地球羊 是没有办法用到 一些有效的治疗工具 而是每年每日都死很多人 所以23条恶法和这个比 是简直小无见大无 但是香港有多少人 就能认识到呢 他还以为这些这样的条例 标签法 成为情报的法例 将来的医疗仪器监管 他常常以为是对政府 帮助保护人 整个香港的文化都是 要政府做事 要政府什么什么政府 其实你都看到 政府当他被权力越来越大 他就会做出这些 这些戏里面所说的东西 这12区就是可以说 好像一个龙困住在这里 用高压电的集中型困住在这里 其实现在北韩也是这样的 他所说的不是不可知 是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不过大部分人 完全都不知道 大部分人是猛闭闭 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 还有他们的出戏里面 政府控制了传媒 是 传媒所说的传媒要筛选 其实大家都知道 很多国家已经是这样 很多传媒 根本就算不是政府管理 广告商都管理了 我跟大家说的 Opera Winfrey的节目 曾经有个人说 他自己身身的经历 医好了自己的糖尿 想去那边亲身去说 他出气到 他给人的形象是好打不平的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但他也不敢做 其实身争政治控制 表面是好打不平 香港很多报纸都是这样说 最后被广告商是大财团 大企业控制了 出气所说的事情 一出气所看到 就是我们科技的控制 很多人住在贫民区 但特别挑选权贵 有高科技的飞船 高科技的电影医疗 但当然全是中央政府控制了 中央政府不会给你一般市民用 他们控制了 还有出气里面 你看到他们在放逐 在饥饿游戏里面 他就用了一个RFID的chips 射到他的身体 整个猪射了 知道他去到哪里 现在我已经做到 在动物方面做了 表面就是 哎呀 动物有时会迷失 下一步便会有孩子 小朋友 不如被拐大 其实这是很荒谬的 如果拐子佬拐大 就通过了 将来我们所有的购物 我们的经济所有活动 全部都不用了 你身上有一个矽片在你身上 你这样搓一搓就行了 听起来也很恐怖 有些人以为很方便 但你知道 如果政府可以给你这么方便 政府会随时将你消灭 其实现在很多荷里乎的电影 在某程度上 已经被大家知道了 好了 戏里面也说 我们如何控制我们的基因 DNA的控制 那利用基因那里 是制造很多植物的 那些昆虫的武器 那你他钉一钉之后 你个人就整天 就是幻觉 出了幻觉 那就是控制我们的思想 那还有呢 我们的整个人 那个 我们的政府控制 我们整个人的一般的生活 那在出戏里面 看到那些人 穿了一些奇装衣服 那些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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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说 很不可思议呢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都是这样的 奇形怪状 根本完全不及实际的 那所以呢 这部电影呢 这个作者呢 这作者的这本书呢 香港人不知道 有没有这本书 这本书呢 那本书里面所说的 那作者是Suzanne Collins 那叫Suzanne Collins 那本书也叫做The Hunger Games 那所以呢 很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因为呢 那书里面所说的东西呢 其实我们是在我们的社会 已经出现了 那他们怎样麻木我们呢 就是利用这些这样的游戏 就是那个reality show 就是那个 现在很多的了 已经在做的了 看人家去这样 现在当然不是看到大家施杀呢 那其实进一步就是这样的 那其中这部电影里面呢 说这个 这个领袖呢 是那个Donald Sutherland 扮演的角色的 他说他怎样要控制我们呢 怎样控制我们的人呢 他控制我们的奴役我们 但是给我们少少希望 但不要给多 你给小少希望 给小少希望 给小少希望 那些奴役的大众 就会乖乖地呱呱呱走行 现在也是这样的 通常都是讓你去買錄合彩 你會有善希望 其他時間就麻木你、麻醉你 給那些所謂明星效應、看球 看大型那些 其實好像以前的羅馬鬥秀場 其實沒什麼大分別 都是用這種方法 令到我們大眾的關注 去這些大型的娛樂節目 完全是不知道我們地球 我們的自主權越來越被人剝削 所以剛才你也提及 在美國大部分都不知道 奧巴馬已經簽署了一些條例 美國人可以隨時被他坐牢 不需要有定罪 不需要有任何起訴罪名 是可以無其困住的 已經沒有了 美國私人的財產、食物等方面 全部政府可以沒收 用什麼方法呢 就用恐怖、反恐怖 大家都知道 我和大家在這個台 和我們其他的節目主持人 都跟他講過 911根本是一個自己搞的事情 是不是 有機會自己真的上網去看真些 我們叫做white flag 即是其中假象的 嚇一嚇你 倫敦有人炸炸 那些人又怕 政府又要控制你 乖乖就反 永遠就用這些手法 過去歷史上幾次世界大戰 都是政府用這些藉口去攻打別人 製造一個被人襲擊 現在這種手法是很好的 我們在醫療方面如何控制我們 疾病、瘟疫、流感 這樣會嚇我們 其實我和大家也講過 就算在1918年、1919年的世界性 流感和我們療法 差不多是近乎99%的成功率 有沒有很害怕呢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製造很多疾病 令到我們要打針 其實打針的最終目的是 毀滅我們全球人的健康 背後的陰謀 我覺得絕小絕小人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這麼容易看得出來 那些人不會成功 但當然也有很多人 看得透這個問題 我剛才所說 其實最近在美國 是禁止了所有的肉類 美國在加州 其實它的標準很高 因為牛奶是很容易陪殖菌的 其實我們現在 有些人說 我們現在的牛奶本身 就好像濃來的 如果大家真真知道 了解到在做奶的過程 很多牛隻 那個牛乳是生了濃瘡的 照樣去擠出來 然後它就用那些所謂 pasteurization 幫你表面消毒 但其實很多這些牛奶的飲品 其實充滿了很多菌 反而用Raw Milk 這個地方 他們那個衛生的標準 是遠高於一般的 但是大的食物公司 用不同的藉口 就說這些食物是危險的 很容易散播 TB菌之類的 來企圖去打壓他們 那麼 除了奧巴馬最近的法例 這個原來在2011年那個新延前夕 New Year Eve 就 sign 了這個叫NDAA NDAA 我想是National Defense 不知道什麼的那些 Bill 那讓我們美國一般人的 所謂Bill of Rights 那裡 Due Process of Law 完全沒有了 那政府 授權政府 可以拘捕 或者監禁 或者甚至乎是Torture 不需要有任何的藉口 那你知道現在美國人 在歐洲很多人 就不肯放棄自己的武器 因為原來 美國的Independent States 有很多人不知道 Independent States 那個質疑是什麼呢 是紀念美國人 是怎樣Independent 就是From the Government 就是不想被政府控制 所以在歐洲很多國家 瑞士、德國、美國 有很大部分人 都不肯放棄自己的 擁有武器的權利 那當然了 擁有武器的社會 也有很多問題 但其實他們的原因就是 這個是我們 在美國的憲法裡面 授權美國人 擁有自己的武器 是保護自己 不要被政府全被控制 就不是保護外面人 來侵犯他們 是保護自己 against自己的政府 因為這些 我們叫做這些 極權獨裁的政府 其實這個世上已經有了 不是沒有 是大家都見過的 那這些出去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是說了很多話的 控制食物方面 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的GM Food 還有我們有很多食物 是不能夠繁殖 那這是什麼呢 是控制我們的食物來源 其實這個地球上 有一種這樣的特別的權貴 當然不是我們表面 看到那幫人 這個是背後的那幫人 是用多方面 控制我們的醫療 控制我們的健康 控制我們的種子 食物的來源 控制我們的科技 企圖最終最終 就好像那一齣戲一樣 控制我們的全球 所以這齣戲是值得去看的 因為背後的訊息是很真的 是我們已經在美國已經初步 第一步那齣戲所說的 第一步已經出現了 不是將來會出現 已經出現了 美國人已經可以 隨時可以被政府去逮捕 不需要任何罪名之後 可以隨時逮捕 現在美國政府可以隨時 可以將美國人的食物 種子、畜牧的工具 那些農場所用的工具 食物的處理食物的設施 還有動物的那些資料 是完全政府是可以沒收的 政府已經有這樣的權利了 我們不知道香港會怎樣 中國大陸會怎樣 有些人說 就說現在 我們前一陣子和大家介紹過 在PHEMMovement.com 大家去看看 它認為 阻止這件事發生在美國 其實真正正阻止這世界被人統治 可能是中國 因為中國始終還沒被他們侵入得這麼厲害 但始终的危机是一样的 因为始终现在的政权 都是有少数人控制 这很容易被人收买 大家同来合污 所以将来的发展会怎样呢? 第一,我要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地球正在发生什么事 希望那些人可以做些事情 我们在这个星期 今天星期是《非地学会》 我会和大家分享电视剧 跟大家谈谈 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具体做些什么 不是自己听到就算数 听到之后也不要紧 至少在自己的潜意识上 知道这个地球 不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 很多我们渔民的政策 你也看到其实真的正在发生 一个篮球的好手 好像封魔了 真正地球有很多悲哀的 很多不予议的 很危险的事情 是不断地出现的 或者大家真的要 有不同的渠道 途径 看多些 知道这个世界 正在发生什么事 知道了之后 大家才有能力去判断 是的 袁医生 刚才我们还说眼睛 健康护理的十部曲 是的 我们应该是说第一部曲 是的 第一部曲 其实还未开始 至少大家知道 疾病的真正成因 其实两个因素 营养不良 和毒素内聚 在眼方面的处理 我们目前有不同的专业人士 处理眼 大家可能知道眼科医生 叫Ophthalmologist 这部曲 可以这么说 他们真的可以做诊断和治疗 也有一些异眼痴 其实很多异眼师的训练 很多时候 他们都有能力 可以帮你去尋找 做一些基本的诊断 那种一种是配眼镜 配眼镜的人 通常在这方面 他们没有专业的帮你做诊断 但其实最重要 我都跟大家说 真正正要帮到自己 是自己的knowledge 不是靠任何的专家的knowledge 刚才所说的 营养营养不良 其实我们身体 要什么的营养呢 其实我身体需要营养很多 大家都是互相关联的 某个营养的缺乏 会影响到很多其他营养的出现问题 所以我所说的营养 每一样东西都是一样重要的 一般来说 我们需要什么食物的营养呢 当然需要蛋白质 亦需要脂肪 亦需要澱粉 亦需要澱粉 亦需要十三种不同的维他命 就是我们暂时知道 是维他命 就是维持生命 没有就会死的 亦需要二十种到六十种不同的抗物盐 似乎哪个人说 不同的科学家 有很多的抗物盐 就是微元素抗物盐 真正的作用 我们都不太清楚 需要十二种的安基酸 需要十种必需要的脂肪酸 我们除了奥米加3 奥米加6 其实有十种不同的 我们都需要六种不同的酵素 酵素帮助我们消化 帮助我们吸收 我身体也需要养分 因为我身体的能量 是燃烧是需要养分的 我们需要水 我和大家说的 身体的水 细胞的水分 是影响我们健康 其实可能更重要 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的成分 细胞的水分都很重要的 还有益菌 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的营养 我曾经说 有时候不能够缺一都不行 譬如像星那样 如果我们身体的星 就是我们叫做cofactor 就是和其他的辅助 和其他的酵素 可以说有八十多宗以上的酵素 是需要升的 作为一个负酵素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基本上那些矿物炎 缺少其中一样东西 是影响整个身体的 所有的运作的 那么营养方面 我曾经说 Lutein和Sea Sanfin 这两种在深绿色的食物 就是有深颜色的食物 红萝卜也好 或者深叶绿素的食物 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两种食物 第一 我们就尽量去吸收 ok 第二样东西 我知道我们年纪越大 我们消化能力就越弱 比如年轻人 那个消化液 是多于七十岁的 比如七十岁的人 他们的消化酵素 已经少了 剩下二十个百分之一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人为什么 营养会越来越差 老人家越来越差 因为他根本 很多时候 他们吸收不到 所以一个消化酵素 和胃酸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想着胃酸过多 其实很多时候 消化不好 是会导致我们胃酸不足 令到我们食物在胃里面 在消化不完整之后 就发酵 就出现了气 气就将胃液 谷上我们的食道 令到我们有一种却移 那个胃却移 这种这样的症状 那我怎么处理 这个胃酸不足呢 就是苹果草酸 ok 这个苹果草酸 在我们健康店 都有得买的了 可以就这样 拿一杯水 或者我们有个酵素 我有个灵脂酵素 这个也是一种酸酸酸 酸微微的 也吃饭的时候 就冲一杯仔 来这里喝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食物敏感 食物敏感 是导致我们的食物 是吸收不到的 如果长期来说 就会出现那些 我们所谓严重一点的 那个肠炎的问题 肠敏感 Croned disease 和我们的痔瘡 痔瘡是很普通的问题 其实背后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和食物敏感 食物不受性 我叫做food intolerance 比较常见的 中国人来说 也好 就是那个小麦 和牛奶 Dairy product 中国人比较 Dairy product 是比较多的 那种我们吃错 吃得吃错的食物 就是我们吃得太多 谷类的食物 Cereal Grain 这些所谓小麦 那些谷类食物 是淀粉质的 碳水化合物 是会破坏我们身体的 胰岛素的 其实胰岛素是刺激的太多 因为这些 这样的淀粉质食物 很快就会在身体 变成糖分 需要刺激大量的胰岛素去处理 慢慢的 导致我们身体胰岛素的 不平衡出现 或者胰岛素的不足 导致我们的糖尿病 导致我们的糖尿病 那么 当然 不好的食物 会导致我们的血管 是闭塞的 那么 其实最主要就是 那个食烟人士 我们发现 食烟人士的眼疾 是比不食烟的人 是多2.5倍的 2.5倍的 那么 主要原因 就是食烟 这些烟的毒 会令到我们眼里的症物 就受到 就是 堵塞了 那你知道 血液循环 是很重要的 血液也将我们的营养 带到我们的身体 那个眼部 所以呢 就食烟 会令到我们 我们的血管 微血管 的循环 是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么我们身体 也都需要能量 那就是ATP 我身体需要能量 那能量是需要什么 是需要养分 和葡萄糖的 那么 那个比例是80% 到20%的比例的 那么有足够的能量 我们不单止可以 产生身体所需要的能量 也都有足够能量 帮我们的细胞 清洗 和细胞的重生 和处理这些 这样的 我们那个 游离基的破坏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人的提早老化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那个ATP 或者能量 那个处理能量中心 出现问题 我们养分不足 太多这些这样的 淀粉汁的食物 我们不懂得缺少运动 令到我们的身体的养分 是不能够将我们的身体 那些营养 或者那些能量是化解 就出现很多 我们叫做乳酸出现了 那么我看到 这些ATP的不足 也都令到我们出现 叫做Gicator Protein 就是说 淀粉质和糖分 结合了之后 它这个破坏成分 游离基的破坏 是会增加到50倍以上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都是我们的 导致我们的健康问题 那个主要因素 好了 多谢袁医生 为我们介绍这么丰富的资讯 那我们由于今集的时间 有限 那如下的九部曲 我们要下集再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各位听众 有什么意见要发表的 可以去到我们原网台的 讨论区留言 那好吧 今集的节目时间到了 大家再见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塗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 HGS 那我们下集完